放心吧 在陆公馆就检查好几遍 一定都带齐了 忙这么久 总算快入住了 我是在期待 姐姐 你都不知道 为了能早点和你一起生活 这段时间我有多辛苦 那太好了 既然这样 入住那天 我们干脆在家办个庆祝会吧 没错 就我们两个人 不用太隆重 我们可以互相赠送小礼物 然后拍些照片 把入住第一天记录下来 对了 也别出去吃了 我请人送晚餐来 到时候我们坐在阳台 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共进晚餐 这几幅还不错 我们带去新家吧 先放在这里吧 我请温辰装表好之后收起来 是个 比花完还早 到时候再说吧 先别管那个了 说点正事 来看看这个 我简单设计了一下 这间房间采光非常好 我设计成卧室 再把这面墙 改成玻璃木墙 这样视野开阔 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景色 不论清晨还是落日 我们都不会错过 然后呢 是衣帽间 和卧室相连 用隐形门隔开 这样既保留了卧室的完整性 又很方便 还有书房 我想过了 我们总是遇到得在家里处理工作的情况 所以就在这里摆个书桌吧 晚上工作空档 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的月亮 心情也会放松很多 笑什么啊 那现在听我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怎么样 卧室的设计还算精巧 阳台在天增物品的话 怕我显得复杂 不如画凡为减 怎么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既然这样 要不然你来改改设计考 把它修改成你想要的样子 是哦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我不想让你将就 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一起解决 我不是担心那个 算了 这件事不急 我们先上楼吧 今天的任务还真不少 卧室和衣帽间还得收尾 书房也没整理完 那你玩得不开心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今天绝不捣乱 卧室和衣帽间还得不开心吗 我知道你最近在烦恼阳台的事 所以就帮你分担一点别的 走吧 进去看看 都是以前的东西 你怎么像第一次看到一样 你现在才觉得真实吗 我们可是准备了好一阵子 是吗 哪里放松了 我看你还有一大半心思放在阳台上呢 跟我说说吧 到底是什么在困扰你 原来是在苦恼追考 我倒是有个办法 说不定能帮你想清楚 原本打算用来装饰房间 没想到派上用场了 把我的办法告诉你啊 以前缺乏灵感的时候 我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画 不只呢 画法 绘画工具 参考物的选取 总之啊 尽可能地和以往做出差异 举个例子吧 来 先帮我把袖子挽起来 最简单的 以手指为画笔 把皮肤当作画纸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可不是谁都有机会 在我身上做画 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来吧 来吧 原来被人在身体上画画 是这种感觉 有点 奇妙 别管故事说话 继续 羊 我以前 在佛罗伦斯的时候 尝试过人体彩绘 当限量图案 在人体变成流动的色彩 仿佛 也拥有生命的时候 我作为创作者 也会因此激发出灵感 是不是和现在的情况 有些类似 嗯 是啊 现在作为被画的那一方 因为不知道最后 会在我的皮肤上看到什么效果 所以 在期待和想象中 我也会被激起 创作欲望 怎么停下来了 该不会被我这一番感悟给唬住了吧 重要的是 在绘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什么 而不是结果 再说 不管画得怎么样 都只有我能看到 你就大胆地解学吧 这花 还是很生动 什么 你是说 加入一些动态的元素 那倒可以试试流水景观 这一类的东西 我请人送过来 我们选一选 还是有点咬 知道了 吹吹吹 别光顾着我 你的衣服也弄脏了 快去换一件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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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吹 您好 呃 我 呃 打 我 不 呃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看什么 这么入迷 怎么只穿个背心坐在这里 衣帽间有点冷 小心感冒 应该是搬家公司送错了 我本来打算把另一幅画挂在衣帽间 这样就可以了 怎么了 这幅画的名字叫乐园 灵感来源于很久以前我听说过的故事 据说在世界的最西方 一个地图之外的地方 有一座名叫乐园的岛屿 那里终日被迷雾围绕 透过一条河流与外界相连 如果刻意去找 会永远都找不到 唯一前往乐园的方式 是被岛上的精灵邀请 被你猜到了 我的确是去找过 不过那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事 其实很多神话故事里的神秘之地 都能找到原形 我就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向西出发 当然没有 可能因为 我不是被精灵邀请的幸运儿吧 不过在故事里 抵达乐园的人 想获得永恒的快乐与安宁 是啊 毕竟不是真实的地方 在故事里 也只有模糊的形容 要是画出来不合心意 反而让人失望 我想 虽然故事里 岛屿外终日被迷雾围绕 可是岛上 一定晴光万里 就连河流的镜头也能看到 岛上 由树木指引出一条小路 沿路 大概会飘着花果清香吧 然后沿路往前走 就会在镜头看见 邀请人们上岛的精灵 他们会肆予旅人祝福 是啊 如果真的有乐园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那里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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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只是一个想象 你也会陪我去寻找 既然约定好了 那是不是现在 就可以陪我完成一个想象 是一个比起乐园 更加真实 更加触手可及的想象 那幅原本应该挂在衣帽间的花 是我对未来的期待 你不想知道我画了什么吗 等我一下 这是我为你设计的 来 把头发绑起来吧 再把首饰都摘下来 果然很适合 画里就是这个场景 画里就是这个场景 以前作为模特或女伴的你 也试过一些衣裙 不过那些相处的瞬间 只能发生在特定情境里 我希望这些事 全都延伸成你与我的日常 可多了 比如 我想在每天出门前 和你一起挑选衣服 哎 姐姐 你不会真以为那样算挑选吧 其实有时候流速在你家 我会觉得有点苦恼 因为衣柜不算太大 只放你的衣服还好 可是加上我的 就塞得满满的 所以咯 我就只在你那边 放了一些基本款 不过要是想换个风格出门 就没什么适合的 总不能让你大费周章地换个衣柜吧 而且 就算是有这种小苦恼 我也想每一天都和你窝在一起 以后每个早晨 我们都为彼此搭配衣服吧 那我帮你换 接下来是不是该整理书房了 有灵感了 画家 所以阳台的设想是 想和我一起完成的事 好 那我请温辰先把东西送来 二少爷 怎么了 温辰 我们在新家 你帮我准备几盆精致的盆栽 和室内流水景观 嗯 听他的 然后把我的画架 以及合映准备推出的那套花园系列家具里的吧台送过来 嗯 合映之前邀请国内外知名家具设计师 共同打造的家具系列 目前还没上市 别的事 你 有秘密 瞒着我 啊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想为我准备什么惊喜吧 你怎么耍赖 不会 律师小姐 有什么能帮你吗 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 使得你这么神神秘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姐姐 现在还不打算揭秘吗 既然是送给我的惊喜 就别让我等 我的胃口都被你吊起来了 我 当然有 可是 我也要先保密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不放手 יי Não 你 说 就是 你 你 我 我 我知道 这是 是无花果的气味 还有一点椰香 这一定是个无忧无虑的好地方 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这里 为我创造 我们还真的想着同一件事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决定一起生活的那一天 哦 这是 这个先保密 画好再给你看 倒是你 进步很大嘛 看来我这个老师教得不错 为什么要添做木屋 有谁 我和你吗 啊 难道姐姐不想和我一起生活吗 好了 不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 你愿意 和我一起生活吗 虽然没办法生活在画里 不过我们可以在卫民室 选个您喜欢的地方一起生活 只有我和你 你愿意吗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 你答应我的时候 因为害羞 有点脸红 我觉得你实在太可爱了 忍不住抱起你 其实 我本来想从长记忆 也准备了不少计划 乐园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一开始 我打算画完之后 借机向你提议一起生活 向你展示这幅画 告诉你背后的故事 然后对你说 哎 这是个好地方吧 想不想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 我当然知道找不到了 所以 和我一起打造一个 只属于我们的乐园吧 可是那天 听到你说 你也想过和我一起生活 那一刻 我曾想象过的 关于我们未来的碎片 全部都串在一起 比如晨起看日出 夜里一听浪明 我想和你 彼此陪伴 直到尽头 一想起这些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你知道吗 哪怕只是细致末节的小事 都不是在我们决定 一起生活后 我才开始想象的 而是更早 甚至连我自己 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就根植在我心底了 乐园本来只是一种象征 可是现在 你把它变成现实 你是邀请我上岛的精灵吗 对了 是不是轮到我送礼物了 当然 不过忙了一下午 你也流了不少汗 先泡个澡 放松一下吧 温度应该刚好 所以不回家了 今晚就入住吧 惊喜和礼物都有了 这不就是庆祝吗 再说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不忍心 让我这么晚还开车吧 那就这样决定咯 你先泡澡吧 我去包装礼物 等你写好了 就直接来衣帽间找我吧 诶 我在这里 被你找到了 礼物不就在你面前吗 我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你 喜欢吗 唉呦 别提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件一件试下来 竟然没有一套适合 然后 我就听见你已经好了 只好匆匆套上原本的衣服 稍微整理一下 就躲在这里等你 所以 这是喜欢的意思 那么这位小姐 以后一起相处的日子里 你一定会好好对待我这件珍贵的礼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管好了不也得拆开吗 多麻烦啊 是你自己这么做的 现在可别冤枉我 怎么了 不继续吗 这么喜欢惹我的脑袋 你 好吧 反正我是你的私人物品 你想怎么样都行 只是拆得太慢 礼物也会等不起 我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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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帮我解开 快帮我解开 在看什么 怎么零鞋也不穿 地板很冷 这也太糟了 不论哪里 就算前路无尽 而我们只能在船上度过余生 都没关系 只要是和你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